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套計劃 就是圓與直線之間的焦點 即是Points between a circle and a line 事不宜遲 拿這部計劃機出來再說 今天我會進入 因為較早時份這部計劃進入了兩條計劃 PFPE這兩個位置已經有東西 所以我今天進入第三個櫃桶 就是P3 所以我們會進入P3 我也挺建議你跟著我進入 進入同一個位置 你會記得看片段影片 你也知道自己進去哪 還有就是圈底在Pokem紙上 我這次進入P3 當然四個位置 其他一個位置也無所謂 好 我們接著這六個步驟做 首先就是我會按...有四個步驟 有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用的那部計劃就是Castle FX50 可以嗎?Castle FX50 FH 如果你是Fx550 FH 後面有一個二字 其實是可以的 可以嗎? 即是第二個版本的這款計劃 都可以的 沒影響 只不過樣子有點不同 大家都有兩顆按鈕 但如果你問我 Mr.Wong 第二部機可以嗎? 3650可以嗎? 那些46897 830 那些又可以嗎? 你不要問我 我都說明是這部機 你自己想想它 你進入了也有機會錯的 而且未必用到的 我都跟你回答你 九成九用不到 所以你不用問了 你問我三十次三十次 我都這樣說 買回這部機再說吧 好 開始了 首先當你用這部機 就是MOO61 我先按了 第一個步驟 MOO61 所以我按MOO6 即是Pogram 1就進入Pogram的位置 進入Pogram模式 看到嗎? 接著我選擇 1 2 3 4 去選擇你儲存的位置 我都說了 我會進入第三個位置 所以其實 這個位置沒所謂的 514就是 你的計算機總共有680個位 如果新的時候 我之前因為1 2這兩個program 進入了東西 所以用了些位置 剩下514個位置 這個不用管 簡單來說 你選擇3 因為我要進入P3 所以你選擇3 那就選擇3 他會問你 究竟你要用COMP模式 靜環式Compass模式 我都說了 先看 就是按1 進入COMP模式 按1 進入了 然後0 0 0 因為這個位置 沒有任何東西 這個櫃桶 這個P3 這個位置 我們這次 要進入這96顆東西 分別就是問號箭咀 X 無號箭咀 Y 如此類推 全部進入9顆東西 那些問號箭咀 X 在哪裏可以找到呢 其實在下面 問號就是Ship31 箭咀是Ship32 無號Ship33 如此類推 然後就進入 進入也要有些時間 而且也挺金的 因為96顆東西 如果你進錯 進漏一顆 你追回頭也挺金的 我建議你按著 逐個吞 然後逐個入 在一起吧 如果你進得比我的快 你就飛片 我也是這樣進入 所以先按問號 就是Ship3 好 這裡是1 問號 箭咀 Ship32 接著是X X這裡有說的 就是Alpha 三括號 Alpha 三括號 就是X 無號 就是Ship33 接著問號 Ship31 Y就是Alpha 就是Y 接著無號 無號是Ship33 接著問號 Ship31 接著箭咀 Ship32 再來 M就是這個 Alpha M加 接著無號 Ship33 好 問號 Ship33 1 好 箭咀 Ship32 再來 A A就是在這裡看到 看到嗎 A就是這個Alpha 符號 這個不是減號 OK 它是說符號 看到嗎 OK 接著繼續去 先移好位置 接著我們進入A 接著下一個是無號 就是Ship33 接著問號 就是Ship31 好 箭咀 Ship32 好 再來B B就是Alpha 好了 句號 接著這個位置 這個是減的意思 這個就是開括弧 減 接著生括弧 這個只是只是減 那就減 不要再平衡 同學anya問我這個點是什麼 不是 就就是這個點 者 點好而已 pack 按 然後是5 A A就是Alpha 符號 是 ifferent 箭咀 就是Shiids32 接著是A A就是Alpha 符號 接著是 是減好的 不是符號 93 然後是、パ did 然後是5 接著是B B就是這個,Alpha,句好,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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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按錯按鈕,也不是,這個,對了,B,接著去到箭咀,箭咀就是Shift,哎呀,按錯按鈕,就是Shift,箭3,接著2,小心點,我都開始有點累了,最容易出錯是這個時候,所以我先集中一下,B,B就是Alpha, 句好,對好,對好,接著,母好,就是Shift,3,3,A,A就是Alpha,符號,X,X就是Alpha,三括號,再加,B,B就是這個,就是Alpha,這個按鈕,Y,Y就是這個,Alpha,對好,M-,M-,M-我用紅色筆告訴你, 其實它是一粒鍵來的,M-就是在哪裏,大家一起找找它,M加就是這裡,M-呢,M-如無意外應該就是這個,就是Shift,M加,Shift,M加,M-是一粒鍵來的,就是Shift,M加,就是M-,所以你不要按M和一畫減,你就輸了,M-其實是這一粒,OK? 好,就沒有好,沒有好,沒有好,在Shift,3,3,對好,接著之後問好,問好是Shift,3,1,再來吧,箭嘴,Shift,3,2,好,接著C,C就是Alpha,好了,就是,H,YP, 接著冒號Shift 3 3 再來開方跟 開了括弧 所以這個括弧不用打多次 就是A二次 就是Alpha A就是Alpha負號 二次方就是這個 按了它 再加B B就是這個 就是Alpha 句好到就好到 接著是X二次 再減 就是C C就是這個 就是Alpha H.Y.P 就箭咀 就是Shift 3 2 C就是Alpha H.Y.P 就冒號 就是Shift 3 3 接著是Cos -1 Cosy-1就是在這裡看到 就是Shift Cos Shift Cos 就出了這個 它開了一個括弧給你 所以這個括弧不用打 就是M M就是什麼 在這裡看到 就是Alpha M加 Alpha M加 所以我們按的時候就是 Alpha M加 就是Alpha M加 接著就除了 就除 POL POL在哪裡 就是Shift 看到嗎 就是Shift 加 接著已經開了括弧 所以這個括弧不用再按 就是X X就是這個 就是Alpha 生括弧 C C 就是Alpha H.Y.P 接著 再來 就是 鬥號 鬥號 就是這個 Y Y 就是Alpha 鬥號 然後 C C 就是Alpha H.Y.P 箭咀 就是Shift 3 2 就是X X就是Alpha 生括弧 好 接著 A A A 就是Alpha 就是A 再加 C C 就是Alpha H.Y.P 接著就是Cos 開了括弧給你 不用再按 就是Y Y就是Alpha 鬥號 再減 X X就是Alpha 三括弧 就 再 這塊黑色東西 這塊黑色東西在這裡 就是Shift 3 4 所以Shift 3 4 就按 Shift 3 這個是4 就出了這塊黑色東西 接著B B就是這個 就是Alpha 句好 就再加 就是C C就是Alpha H.Y.P 再 浪 浪就這樣按 浪 浪 然後括弧了 括弧了 不用再按多下 Y Y就是在這裡看到 就是Alpha 鬥號 再來到這裡 差不多到尾 小心點 怎麼會出事 再減 這個減好 不是這個 是這個 減 X X就是Alpha 三括弧 就是X 黑色這個東西 剛才說過 就是Shift 3 4 然後A A 就是Alpha 符號 再加 R E C Red 你會看到 這個 就是Shift 減 這個 按Shift 減 就是Red 開了 所以不用打 C 就是Alpha H.Y.P 就鬥號 鬥號在這裡 再X X就是這個 就是Alpha 三括弧 X 再加Y Y就是這個 Alpha 鬥號 黑色這個東西 剛才也說過 Shift 3 4 再來 B B就是Alpha 句好鬥號 好 再加Y Y就是Alpha 總共94顆東西 應該我漏了一些東西 漏了哪兩個呢 又要重複 因為有96顆 我現在94顆 是不是又漏了 沒有的 說真的 入的過程 我和你都一樣 沒有高低 有機會是入錯的 所以我們不如 重複看看在哪裏 由頭要檢查過 都沒有辦法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我也是和你一齊 那麼高那麼大 這樣就入 我和你遭遇的問題都一樣 問號 箭咀 X 冒號 箭咀 Y 冒號 箭咀 M 冒號 箭咀 A 冒號 問號 箭咀 B 然後冒號 漏了一個冒號 所以這裡 就是Shift 3 3 加個冒號 然後減 點 就是5 A 再箭咀 A 漏了一個冒號 應該是這裡 就是Shift 3 3 A 然後冒號 減 點 5 B 如此類推 我估計應該是對的 所以如果你確定是對 我也挺有信心 因為只留了這兩個 很多時候我會這樣 留一點 今天掉了兩個 我看你掉了多少個 或者多打多少個 是會的 可以嗎 所以最後 這個是第四步 第四步 就是按 我們要試一試這個計劃 當我進好了 我進了在P3 我留了三個例子給你按 一起一邊按 一邊講 這三個例子 好嗎 第一個例子 例子一 是這一頁 你會看到 我想你找到 the interception points of the circles 就是 x2次加y2次減 10x減 8y減 24等於0 還有那個拉 就是 3x減 2y減 20等於0 你要按這條計劃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找個圓和直線之間的焦點 它可能有兩個焦點 它可能只有一個焦點 甚至一個焦點要沒有 這個應該是兩個焦點來的 為什麼呢 那麼就看看 你按的時候 首先你要懂得熟知這個樣子 你要入六樣東西 就是ABCDEF ABCDEF分別是什麼呢 我拿一個highlight給你 分別就會是黃色的部分 就是ABC 然後DEF 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計劃的時候 我真心 現在你很明顯 我在這裡寫 就是你現在所謂的ABC 就是這條 就是3x減2y減20等於0 你都未解決 因為你右手邊這裡 要是個數 對吧 x先行先 y先行後 右手邊是個數 所以你最簡單就是 把減20調去變成20 所以你現在看到所謂的ABC是什麼呢 應該如無以外 對方位ABC 分別就是3 這裡 我示範給你 你要進入的 等一下 ABC就是3-2 和20 OK 小心點 然後DEF也很明顯 就是DEF 分別就是這個 就是-10 -8 還有還有-24 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資料進入 試一試 這條計劃有沒有錯 好嗎 如果我們跟著按 我先拿出來 我入了在計劃3 就是計劃3 然後不用理會出什麼 那就用來使用 怎樣使用呢 首先 你先輸入ABC 這次的ABC調去變成3 EX 然後-2 記住是這個負 負2 然後EX 最後不是減20負20 而是調去變成正20 就是20 EX 不用理會出什麼 繼續 然後再進入DEF 進入6個東西 最後第4、第5、第3個 DEF就是負10 看到嗎 按負10 按EX 然後-8 按EX 最後就是負24 如果你按多一下EX 這裡將會出4 4就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 interception point 第一個膠點的X位 按多一下 想想我出4 這條計劃應該像對 按多一下EX 你會出一個Y位 第一個膠點的Y位 就是負4 OK 即是說你有兩個膠點 第一個膠點在這裡 你出來的這個呢 應該就是4 和負4 OK 我錄了L給你 這是第一個膠點 而第二個膠點 就是這裡出的 你再按多一下EX 你要檢查一下自己的計劃 是否正確 按多一下EX 你出來應該是12 是嗎 就是在計算X 第二個膠點的X位 按多一下EX 出來就是8 所以出來就是12 8 即是說 圓和直線 這兩個膠點 都出來了 就是這裡 所以我也回了別人 就是他們的膠點 其實就是4-4 和12-8 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說真的 我也想和你畫圖 這裡我專門沒有給你圖 如果你有空 你跟我畫 我也挺建議你畫下 就是這幅圖大概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說真的 如果你問我 一個圓形 我想畫圖出來 其實Center和Radius 是圓心和半徑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P1的時候 我是進入了圓和半徑的程式 只要把DEF 全部進入就可以了 所以我按P1 我就馬上檢查一下 D位是-10 EX E位是-8 EX 接著F位是-24 按EX出來是-5 所以簡單說 我心裡有數 我在這裡畫 好嗎 Center 其實應該是-5 還有按EX就是-4 Rate 按多一下 就是8點幾 如果8點幾 我不抄太多 8點06幾 即是說 如果你再... 弄得漂亮一點 應該是開封筋 不知多少 開封筋和2次是抵消的 所以你按2次 出來是65 所以原來是65的開封筋 你可以這樣寫 而事實上 我有Center 有Radius 說真的 我大約目測 我就可以找到 圓大概是怎樣 我畫下 好嗎 我在這裡畫 這個是Y-Access 這個是X-Access OK 而事實上 5-4大概目測 在這裡 5-4大約在... 這個就是5-4 因為它的半徑是8點幾 所以轉過來是5 是不是 轉過來是4 這裡是4 跌下來是8點幾 一定會刺穿這裡 刺穿X-Access 也刺穿Y-Access 所以大約我估計 4-4 所以這幅圖 這幅圖 畫得比較差 不好意思 那 就像是... 這樣的 對嗎 而事實上那條直線 在那裡 3X-2Y-20等於0 我覺得大約目測 因為你要經過4-4 所以其實4-4 4就是向來這裡 負4我當作舉個例子 在這裡 圖不依比例 我亂來而已 可以嗎 大約而已 4-4就大概在這裡 另外 12-8 我估計大約舉個例子 在這裡 圖不依比例 12 還有8 它所謂的那條直線 就應該像是這條 是不是 所以其實簡單一點說 這條就是3X-2Y-20等於0 這一個就是它所謂的圓 就是X-2次 再加Y-2次 再減10X 再減8Y 再減24等於0 你不是完全掌握了整幅圖 是怎樣的樣子 而事實上那兩個膠點 我給它一個橙色 好嗎 就是這樣按出來的 就是這兩個 可以嗎 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那條計畫就是這樣應用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又看看第二個例子 好嗎 後面就是例子2 這個例子2 你會見到的就是 我再留多一條給你 就是 Interception Points of the Circle 就是X2次加Y2次加4 X-8Y加2等於0 這個縮拉就是 X加Y-8等於0 意思是相 如果你給我 我再用多次的Program 今次直線和圓之間的膠點 我是進了Program 3 所以我按Program 按3 我又會按著這些 ABC DEF入 我們瞄一瞄 ABC DEF DEF很明顯 今次就是4 負8 和2 ABC又有伏位 所以你要整理一下 所謂的ABC 其實就是 X加Y-8等於0 調一調位 X加Y留在這裡 因為你要把常數按摩 調到旁邊 所以 減8調過去 變加8 所以今次你會看到 如果你真的特顯它 你可以這樣 我特顯它給你看 就是1乘X 再加1乘Y 就等於8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所謂的ABC應該就是這裡 就是1 1 和8 對吧 所以其實我今次 入機的時候 我會入什麼呢 我會入的就是 首先入ABC Program 3 我會入的就是 ABC 就是1 EX 接著再1 EX 接著就是8 EX ABC進入了 接著DEF DEF分別就是 4 EX 接著負8 EX 最後就是2 如果你按多一下EX 那就按了 你就出1 那就是什麼來的 就是第一個膠點的X 可以嗎 好 按多一下EX 出來就是7 看不見到 就是第一個膠點的Y 換言之 你現在知道 這裡出了什麼出來 就是第一個膠點的座標 就是17 OK 接著你繼續按下去 你會發現再按多一下EX 你出第二個膠點的X 就是出1 咦 又出1 再按多一下 出Y 第二個膠點的Y 又是7 所以其實第二個膠點 你也會發現 一樣的 都是17 換言之 現在你會發現 就是怎樣 這兩個橙色的膠點 圓和直線1的膠點 兩個都一樣 就是1717 那就是怎樣 只有一個膠點 所以大約 我也說了 它只有一個interception point 就是17 大約一幅圖可以怎樣畫 我就畫下它 好嗎 如果你讓我畫這幅圖 首先我會想一下中心 我也想教你畫圖 所以在這裡 我建議你按下 中心 其實你可以用PoGram1 第一條的PoGram 去按它出來 因為-D除2 -E除2 你可以這樣計算 或者PoGram也可以 我會按PoGram 我懶了 PoGram1 我進了這裡 原心和半徑的PoGram 我按PoGram1 PoGram1 然後怎樣 我會發現 D位是4 ExC E位是-8 ExC F位是2 ExC 出來的第一個數是2 所以中心位 不是2 對不起 是-2 第二個數 按多一下 就是4 就是這個 好 那 Radius 好 按多一下ExC 出來就是 Radius 4點幾 我不抄襲了 4.24多 真的意味著 如果你想知道它是好數的話 開方筋幾 按2次方 那就是18 原來是18的開方筋 OK嗎? 可以嗎? 或者你可以寫18開方筋 那就寫好一點 我說18開方筋 好 接著之後 我想計算的就是 有中心 有 Radius 我現在就是想畫他的圖 我們畫他的圖 畫一畫 現在 你給我 我大約 我歪向這邊 因為我知道 未必夠位 這個是Y 這個是XSS OK 而事實上 如果你讓我畫這幅圖 我首先看了 -24 再看一看 -24 大約目測就像在這裡 圖筆依比例 先戴頭盔 OK 接著之後 再來 就是 它的 Radius是4.4 所以 轉過來負耳 轉過來4 應該刺穿XSS 刺穿一點 大概在這裡 我會覺得 圖大致上 像是 這樣的款 已經盡量圓了 OK 這一個就是他所說的X2次 加Y2次 再加4X 再減8Y 再加2等於0 好了 那條直線就是那裡 X加Y 再減8等於0 我覺得 因為它要觸碰17 兩個膠點都是17 條直線和圓 17大概目測 17 我估計 舉個例 圖筆依比例 在這裡 好嗎 這一點就是17 它就要剛好觸碰一點 所以條直線應該像在這裡 這條就是它所謂的 X加Y 減8 等於0 我圖筆依比例 先說明 可以嗎 按出來的17這一點 就是它這一點橙色的 座標 好嗎 如果行動的話 我們就進入第三個例子 就是這條公式的最後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 又看看這個 為什麼我留這個例子給你呢 這個比較特別 其實三條都特別 第一個例子就是兩個膠點 第二個例子就是一個膠點 兩個膠點 兩個膠點 一個就是一個膠點 而第三個聰明的人都猜到 當然是沒有膠點 就看看這個 它就叫你回到 interception point of the circle 就是X2次加Y2次再減2X 再加5Y加6等於0 and the line 就是2X-Y-1等於0 我會怎麼處理它呢 沒有的一樣 按Program 我進入3 拿回原語直線之間的膠點 按Program3 接著我們按的就是 ABCDEF 也是 ABCDEF 但問題是 DEF 你也看到的就是 負2 5 和正6 這個又玩了 這條是什麼 它這條縮鈕 又是 還沒放在對的位置 它是2X-Y -1等於0 如果你要寫好它 就是負X 加負1乘Y 就是這個位置負1 把一個減1 調到這邊加1 那就就是正1 所以所謂的ABC 如無意外 應該就是 2 負1 和1 應該就是這個 所以在這裏 我自己 按機了 這次真的 ABCDEF 就是Program 我進入3 接著來 就是ABC 就是2 EX 負1 EX 和1 EX 然後DEF 分別就是負2 EX 5 EX 和6 好 你按一下EX 它竟然是出 Mass Error 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它這裏 是沒有膠點 看到嗎 意味著 是 No Interception Point 就是沒有膠點 Mass Error 你出不了東西 出不了東西 就真的沒有膠點 所以我都會覺得 大概這幅圖是怎樣的 我畫給你看 好嗎 其實你用Program 1 即是 原心和半徑的Program 先按一下 Center 和Radius 是什麼 Center 大概 描描 圓在阿呂 對嗎 Center 應該大約就是 Program 1 Center 應該 負2 D位負2EX 5EX 6 按下EX ABC出1 好了 就是1 還有還有負2.5 如果負2.5 你轉去做分數 就是按ABC 再按下Shift ABC就是出負5 over 2 OK 寫就寫負5 over 2 心裡有數 知就知負2.5 好了 Radius 按下 1.11幾 是吧 其實再按下 一定是開放筋不知多少 看看它是什麼 按下2次抵消開放筋 1.25 所以原來1.25 1.25就是什麼 ABC 1又4分之1 就是按Shift ABC 就是5分之4 所以這個應該是5 over 4 整個東西的開放筋 就是這個 即是1.5 1.25 大概這樣 那個Radius 或者叫做 對 所以其實在這裡 你現在會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什麼 現在這個圓 應該是Low Interception Point 所以如果你給我畫 真心 我會這樣畫 我會這樣畫 這個圓應該大約是1和2.5 1在這裡 1-2.5 大概跌下來 1-2.5在這裡 那就是1 和-5 over 2 就是-2.5 好了 Radius是1.幾 是吧 下跌下來是1 下跌下來是2.幾 所以很明顯 圓應該像是 大約 我會估計 應該是 這樣上下的尺寸 是吧 畫得差 差不多 差不多 而那條直線 如無意外 都觸碰到觸碰不到 就是這裡 大約 OK 先給它們一些名字 這個就是2x-y-1 等於0 當然這個圓就是x的 2次再加y 2次再減2x 再加5y 再加6等於0 就是這個 OK 可以嗎 終於完成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教了你三條例子 還有就是 入這個 圓與直線之間的 膠點的這個program 檢查一下 看看這個program有沒有問題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